好,接下来镜头呢,带您到五谷成州七路旁新建的两个大型社区 由于目前呢,出入只能由成州七路 然后转入这个书宏道北侧往巴黎方向 如果是要往这个五谷往卢州的方向 都必须要绕好大一圈,是相当不便 对此呢,这个居民他是请市议员陈明毅来协助 来安排会堪改善 为在五谷成州七路旁新建的两个大型社区 未来将约有两百户进驻 由于社区目前出入只能由成州七路 转入书宏北路往巴黎方向 若要往五谷或卢州方向都必须绕好大一圈相当不便 便请托市议员陈明毅协助安排会堪改善 未来会有两百户的住户 那这个车辆在进出,目前这个动线会出现一种 他们会变成单方向出入 那我经过会堪了以后,我的决议就是说 我看了一下这个堤防加高工程的这个界面 应该有机会去修改 去变更一下工程的界面 让这个成州七路跟成州八路都变成双向的进出 那他们就很方便 那选择要往巴黎方向,往五谷方向,往卢州方向 都很正常自由的进出 最重要是安全 陈明毅指出成州七路一端是五尾向,另一端则是堤防 他将与水利局堤防工程施工单位 先在图面上进行讨论 并开通目前封闭的成州八路 使成州七路八路都可以双向进出 便利社区能正常安全出入 我们水利局堤防加高工程的这个施工单位来服务处 我们在图面上检讨 如果可以修正这个坡度跟这个土堤的这个深度的话 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把道路透宽成两个标准车道 那当主体工程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来做道路透宽跟这个耗制开通这个问题 陈明毅表示为不影响书洪北路来往通行车辆 并让日后成州七路八路开通工程能一次到位 线下请社区住户先维持现状 盼能顺利改善后 有助社区安全便利进出 记者胡宣五谷采访报道